媒體捕捉許光漢首次穿著替代衣制服 儘管所有藝男都戴著帽子 口罩 還是一眼就能認出走在隊伍中的許光漢 帽子壓得不能再低 自帶明星光環的他藏不住帥氣模樣 會盡量控制情緒 會大喊他嗎 不會 我覺得就是靜靜的不要打擾到人家 我如果坐附近我會想要就是在附近吃飯吧 看會不會遇到的 隊伍還沒到之前就有粉絲先知 提早抵達南投的替管中心 在這邊等待躲在草叢或在車上 準備好手機就等許光漢經過 想要跟粉絲說什麼話嗎 謝謝關心 13號早上在成功嶺 替代衣制258題次分批進行博交 許光漢約莫下午1點左右 也抵達南投中心新村的 議政署辦公室報到公益大使團 不會特別期待啦 反正都是正常工作 我們一直在強調就是一視同仁嘛 他本身也是要低調的服役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讓他低調 這個順利的把一起做完這樣 許光漢後續將會隨著單位到各地進行演出 宣導民房須知等 單位也會按照藝男的專長跟藝院進行演出媒合 民眾可能也有機會看到男神許光漢的表演 3d新聞昆芸裡面認識的明星男偷裁信報道